现在人潮聚集的场所都会特别引发关注 尤其是在军营里面是无可避免的 时代力量立委王婉玉就批评说国军弟兄 在旧寝时恐怕没有办法保持有效间隔 只要求他们戴口罩睡觉 甚至有义务翼16号收假前 在自由广场群聚引来远景关切 国防部对此是回应说 国防部陆军跟相关的作战区 根本就没有下令官兵戴口罩睡觉 至于收假官兵群聚是因为偏远的营区 是有需求的 部队协助搭车回营 确实有忽略要保持社交距离 会虚心检讨改进 国内本土感染案例不断增加 有立委接到一无一的军事训练艺 易南陈勤说就寝时都要戴口罩 国防部陆军司令部 跟相关的一些作战区的主官 从来没有下令说睡觉的时候要戴口罩 但立委公布截图 质疑国防部资讯传递不清 军方强调新讯中心寝室是上下铺 要求睡觉时两两头脚交错 床铺中间也有塑胶部隔开 收假进入营区前 同样要求戴口罩量体温 进行手部消毒 但国内疫情十六号进入三级警戒 就在同一天国防部要求 一无一售价回营 宜兰金六节营区的弟兄 售价前在自由广场群聚 甚至一度引来远景关切 各军事院校也依据交易部公告 19号离校28号前居家学习 要让国军别再成为防疫破口 华智新闻已经钢尺之学 特别报道